事件转向韩国 韩国关税厅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7月韩国前往欧洲的海运费较去年同期大涨两倍多 随着红海危机持续 海运费的大幅上涨给韩国企业带来了冲击 接下来就更多情况 我们来连线正在韩国的财经频道特别记者朱鸿玉 鸿玉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秦方王宇 我现在是在位于韩国釜山市的釜山新港附近 这里是目前韩国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就有大量的集装箱 在这里进行装卸 韩国关税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7月从韩国前往欧洲的平均海运费 是已经飙升至了每40英尺标准集装箱 约合人民币43000多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暴涨212.2% 一方面原因是受到了红海危机的影响 航运公司绕行南非的好望角 海上运输不畅 而另一方面 国际市场上物流量的增加 船舶不足也带动了海运费走高 韩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 特别是在韩国的外贸运输当中 海运占比是高达99% 海运费用的大幅上涨是已经对韩国的一些出口 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就比如韩国九成的出口二手车 一般都是经仁川港外运 那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仁川港二手车出口申报数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大约5% 那仅6月单月的申报数量就同比锐减超过30% 那么红海局势长期紧张的也是给韩国的像家电 石化以及轮胎等产业的物流运输造成了冲击 就比如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韩国三星电子的物流费同比增加了大约63% 那么由于海外销售占比超过80% 韩国三家知名的轮胎企业为了解决运输瓶颈 在短期内是优先确保运输传播 而中长期则是考虑扩大在欧洲等地的产能 大企业尚且如此 那么抵御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韩国贸易协会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超过八成的受访出口企业认为 目前是存在物流费走高 船舶稀缺等问题 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 那么韩国社会担心海运费高企长期化 那么为数众多的韩国企业 是很难避免收益下滑或者是恶化 以上就是我们从韩国釜山带来的报道 金方 王宇 好的 感谢洪运带来的最新报道 谢谢